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常常講說 小一小二你就這樣子頂 那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時候 怎麼辦啦 你一定逃不了 對 在學習上面 你一定逃不了 它沒有主動學習的能力 所以請放過小一跟小二生 呼籲爸媽這一點 第四個 不要訂定不切實際的目標 今天考了四十幾分 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就考95分就好了 誰考得到 你被大跳躍 直接先放棄 對 但他不會跟你講 他會默默接受 默默放棄 對啊 那這個 連努力的動機都沒有了 第五個 檢討錯的內容 要用正確的方式去做引導 有些人呢 只看分數對不對 你錯了那麼多的 但是 我們遇到很多 我們輔導過很多小朋友的 很多學校 考完了以後 老師也以成績論 對 那那些 那些過程通通都不去 去做引導的 搞不好他錯是因為怎麼樣 他是什麼大體看錯 然後圖卡圖錯 就是這樣子的那個動作而已 你就檢討他檢討了半天 所以去 後面去檢討 你到底為什麼被扣分 這個動作很重要 所以不要只看分數 對 好 不過分數 很多父母還是認為重要 所以小孩子從小那個成績好 對於長大真的是有幫助嗎 黃醫師 就看你覺得 長大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啊 你看我們檯面上的這些 有名的 哪一個學歷很好的 沒有吧 真的 就如果你的成功定義是這樣的話 OK 那也許你的成功定義不是 就是我的小孩 就一定要在醫院當醫生 那可能 醫生這個族群都是 念書體系出來的 可能 那是你成功的定義 那也許你如果硬要你孩子走這條路的話 那讀書好這件事 就很重要 在台灣這個社會 是必備的條件 但是 說老實話 自己我身為醫生 我也知道 並不是成績好的人 最後就是一個好醫生嘛 我想 有看過病的人 家長也都可以分辨出來說 哪一醫生是跟你比較可以溝通的 哪些醫生就是 你覺得他講話你都聽不懂 那這個時候他學問很多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傳達出來 而且 我們很多家長都 譬如說今天有十個家長 我們問說 大家相信 行行出狀元 只要有熱情有毅力 都可以在自己的興趣闖出一片天的舉手 十個裡面九個都舉手 可是回到家 你的小孩子 在那個整天在那邊打電動 或是在做一些 他喜歡做飛機模型的時候 浪費時間在搞這個書 還不去那些書 對 而且選科系的時候也是一樣 對啊 就看到很多 你選這個幹嘛呢 服裝 美術 能賺錢嗎 這樣的話 你要過得好嗎 為了保自己又來了 又來了 所以 講是講一套 但心裡面你其實不信這一套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多看看別人的例子 比如說最近有一些書 有一本書 最近有一本書很好 叫 新台灣之光 九十九個台灣人 站上世界舞台的奮鬥故事 一本書裡面有九十九個 這種在各個行業裡面 為台灣發光的故事 他的背後有高學歷嗎 幾乎都沒有 對 其實我們有觀眾朋友 看了我們的節目相關的議題 到Facebook傳一個訊息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小學的時候 我功課成績很好 然後出了社會 我跟我的小學同學 那時候他的功課真的滿差的 我比他好太多了 我們一起在上海在工作 結果出了社會 他同學是台商 他功課比較好的 是台勞 在他同學的公司工作 所以你說小時候成績好 真的 出了社會一定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對不對 來 這個身心過勞 九成的國中症 睡眠是不足的 那麼有51.9% 超過一半的學童 週末 都在補習中度過 對 那沒什麼價格 六成的學童放學之後 還要補習 20% 平日補習 超過晚上9點 哇 來 我們社的小朋友 請問你們平常 都有在補習的情舉圈 一半一半 靜庭 妳的孩子補習多不多 我覺得我很慚愧耶 其實 我覺得這一集 真的對我來講 很收穫良多耶 真的嗎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好像 你知道嗎 我跟其他的家長來比 我以為我做得很不夠多 對 可是我這樣剛剛想一想 我覺得 或許我會給我小孩壓力 所以說其實 他要這些補習 其實都是他自己想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 對他來講 不一定好 連禮拜六都補了一 進步一整天耶 對 而且他的專注力 可能就是會變短 因為他每一天都在工作 對 都在工作 OK 所以妳現在這個板子是 補習的行程 它除了 安清班 對 它除了就是學校上課 四點多下課以後 就直接去安清班 安清班完了以後 有家教老師 還有家教老師 還有 為什麼要填得這麼滿 對啊 因為希望就是 他把他的時間都用在 學習學 課業學習上面 對 都在學習上 那禮拜六也要學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喜歡 他自己看到人家在滑溜 那個滑板 他想要學 那也是因為他想要學 對 那我們覺得 因為他也比較好動一點嘛 就讓他學 然後他星期三有畫畫 對 然後星期六還有作文 都是晚上八點以後 對 都九點半耶 想想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是幾點睡覺 我覺得我要調整 他大概都差不多十點多 十點睡覺 等於是上完課之後 刷給他準備睡覺了 對 所以我剛剛有講 他在家裡 我除了看到他在做功課之外 好像就睡覺了 沒有了 他也沒有看電視 都沒有起來活動一下 好可憐 我現在想一想覺得很心疼 對啊 那維妮媽呢 妳的那個行程料 我就沒有那麼殘忍 我就是只有一到五啦 只有一到五 你這個更殘忍啊 你不要看這樣五顏六色 我沒有六跟日啊 而且他們沒有安親班啊 對 我就是想說 他上課已經很累了 所以他想學籃球 他想學科學營 圍棋也是他想學的喔 珠蒜是最近才把它停掉 但珠蒜一直到 之前都還有 那足球 籃球 這球類都是他自己要求的嗎 對 然後 他跳課 你們知道嗎 所以只是一時的有熱情而已吧 不是 我們就相信 他真的那時候在那個地方上課 後來老師 我那時候在錄影 老師打電話 他打了十幾通電話來給我說 小一就跳課 然後 他出哪兒 他跟老師說 老師媽媽今天四點會來接我放學 我要在校門口等他 然後他就一個人喔 站在校門口那邊 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就問他說 怎麼了 為什麼不想上課 他就說 我覺得壓力好大喔 老師都好兇喔 然後他就這樣說 好可憐 就不願意上了 對 然後後來爸爸就說 好 算了 那就不要上籃球 對 他可能壓力 他可能覺得 項目排太滿 太多了 光算算五種耶 我覺得還好啊 對啊 比起Karo媽的對不對 亂講 我的還好嗎 現在是兩個拖一個下水 不是 我看到你之後我就覺得 其實我的還好啊 Karo媽 一 三 五 也有四樣耶 妳二 四 六都沒有 壓力好大喔 沒有啊 對啊 我現在只有 三跟五是有數學 數學的 對 然後 再來其他就是樂團 然後禮拜五的話 就是有小提琴 然後晚上還有一個家教這樣子 可是他每天都有 我給他出的 講大聲一點 那什麼 我給他出的功課在這邊 超多的 妳還自己出功課 還有評量什麼的 這是公文數學的 都要寫 對 就是每天要寫的 學校功課寫完之後 還要再依附妳的功課 這就是 就是我給他上課的那個 公文數學 難怪 他有 他要寫的數學 一天要寫幾頁啊 中文 這麼多耶 其實還好啊 就 一天的量是這樣子而已 一天多長 這樣子而已 對 而且是雙面耶 一顆一張是不是 五張 一顆五張 很多耶 可是他動作還滿快的 還有這一本喔 這個是要考試之前 考試前 要再複習啊 要複習的評量 對 那有這個評量之後 妳還要寫妳出的作業嗎 當然啊 當然是要 那妳看吧 是不是很多 等他畢業的時候 那些作業疊起來 跟他升高有沒有 差不多啦 對 搞不好不止喔 對啊 那妳出道這個程度 妳女兒有曾經找藉口 逃避嗎 有啊 後來他 有一次我要帶他去上數學課 他就跟我說 喔 我肚子好痛喔 我牽口可以跑下去 妳果然就是剛剛那一陣 那個症狀 對 後來我想說好吧 那一天就放了他 真的喔 就回去寫 還是一樣回家 還是寫作業 還是要寫作業 會肚子痛 就像莊病我們以前那年代 大概是國中以後才會不會 對啊 小三小二就開始 然後機會教育 所以現在小明 9點20分肚子痛 痛到10點15分 請問他一共透了幾分鐘 好 來 請問萱萱 來 萱萱請回答 沒有 剛剛很後悔來這邊 我們都沒注意聽 現在還要機會教育 壓力有這麼大嗎 有自己特強是小孩 功課也會比較好 好 功課對於一個孩子來講 也就是這樣 還好啦 他對畫畫 我覺得他有天分 你應該支持他 好好去學畫畫 好